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我父上帝 我们相信上帝赐给我们的允许 主啊 求主帮助我 使我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承认我的罪恶 使我的罪恶得到上帝的饶恕 主啊 因我犯罪让上帝难过了 因我犯罪撕裂了我的内心 求主抑制我的心灵 主啊 因我犯罪 把这个罪恶留给了我的后孙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求主怜悯我们的家庭 使我们的家庭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主啊 求主赐福于我们的家庭 使我们在生活中称颂上帝赞美上帝 使我们为身边的人求祝福 为身边的灵魂祷告 使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 能够把这好的祝福留给后孙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与知识 使我们为国家和民族做爱国者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上帝给了我们命令 那上帝第一命令我们的是让我们做什么呢 大家回答的时候都没有确信了 首先我们要求的是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首先先求上帝的国 上帝的义 我们才能为身边的人祷告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 正是让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找回家谱 正是让我们找回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这时候我们才能遵守上帝的诫命 为身边的人祷告 一个巫婆祷告了 这祷告能得垂听吗 那么大家和我 我们的祷告跟巫婆祷告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呀 我们找一下马太福音一章一节 我的祷告 我向上帝祈求的时候 有没有靠着耶稣基督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呀 为什么说一个教会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 那就是假的教会 那就不叫教会了 很多人说了 哎呀 教会 人聚集的人数多 就代表是教会吗 不是啊 有圣灵居住 那才是教会呀 那么这圣灵也是要靠耶稣基督 才能领受的 因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获得这圣灵啊 以夫所说一章十三节 我们为什么始终不醒悟 不明白呢 我内心装着魔鬼 我内心就不明白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 我们读了圣经 甚至我听了圣经的话语 而我们为什么始终不醒悟 不明白呢 我内心属乎肉体的时候 我属魔鬼的时候 就不明白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 我们找一下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 我们呼喊阿门 是承认上帝 承认耶稣基督啊 很多人说 哎呀 我为什么始终不行呢 谁在折磨我 谁让我受患了重病 我身患了重病 我因罪恶受尽折磨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这些全都能得到医治 紧紧抓告耶稣基督保险的时候 我祷告的时候 我内心只定睛 专注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这些全都能战胜的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上帝的允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接着他也都是实在的 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 阿门 上帝的允许 在基督都是是的 我们呼喊阿门 是承认耶稣基督 我们呼喊阿门 是承认上帝的作为 赞美上帝 荣耀上帝 然而我不 我不认罪悔改的话 我不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的话 光嘴上呼喊阿门 却不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那这阿门就是 光表面上而已了 我们呼喊阿门 是因为耶稣基督 为我死去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为的是拯救我这个罪人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 耶稣基督是拯救了所有的罪人 是为了罪人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大家和我 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 为的是蒙祝福 荣耀归给上帝 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呀 在这世上我们蒙祝福 蒙恩典 我的疾病得到医治的时候 这荣耀是归给上帝的 我的事情好了 我很多事情很顺利很兴盛了 这时候荣耀归给上帝 我们找一下以福所书二章十二节 而这一切的荣耀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领受的 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领受上帝的允许啊 我们呼喊阿门 就意味着我们向上帝承认 是的 主啊 主的作为 一切都是主的荣耀 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阿门 我们希望我的罪恶得到赦免 阿门 我希望我脱离一切的罪恶 阿门 这一切全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呀 我们呼喊阿门 承认耶稣基督 而我身边的人面对上帝的话语 不呼喊阿门了 甚至说有些人呼喊阿门 是出于强迫 因为朴牧师总说 哎呀不呼喊阿门 就是属魔鬼 所以就硬着脸皮子喊阿门 阿门不是这样出于强迫的 呼喊阿门 是发自内心 因为因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的罪恶得到赦免了 我承认这一切的恩惠 阿门 我内心仅仅需要的是 耶稣基督的宝血 阿门 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 阿门 这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我承认上帝的作为 我相信这一切是因为上帝最爱我 我们呼喊阿门 以弗所说二章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 没有上帝 阿门 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 大家知道 外邦人献祭 那是献给魔鬼呀 我们一度 我们曾经也都是外邦人 而因耶稣基督 我们能成为上帝的儿女 因耶稣基督 我们能属于上帝了 这是何等的爱 何等的恩惠呀 而欧洲的教会 为什么走向了落魄呢 因为没有认识耶稣基督 没有承认耶稣基督 甚至当今韩国的教会 也走向了败坏 不承认耶稣基督的话 那就不叫教会 最终是走向破坏的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做四九段悔改 为的是承认耶稣基督 为的是承认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赦免我一切的罪恶 圣经里和我们立下的允许 正是让我们罪恶得到赦免 能得永生去天国啊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我们曾经都是属乎外邦人 属乎罪恶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允许的诸约上 是局外人 我们属乎肉体的时候呢 格林多后书三章三节 属乎肉体的 就会抱怨 发怨言 妒忌别人 背地里议论 毁谤他人 找借口 纷争 争吵 这一切都是属乎肉体的 格林多前书三章三节啊 我属乎肉体的时候 我还不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所献的祭 那都是献给魔鬼了 唯独因认识耶稣基督 因承认耶稣基督的保险 赦免我一切的罪恶了 这时候献礼拜 是因耶稣基督献礼拜 献给上帝了 真言22章10节啊 而我内心的邪恶 傲慢 骄傲 全要除掉啊 我们为什么 不除掉内心的邪恶 傲慢呢 那我身边的人 面对上帝的话语 无动于衷 不呼喊阿门的时候 我为什么不讲实话 真心劝勉呢 大家要警醒啊 第11节我来读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 你们从前按肉体 是外邦人 是称为没受割礼的 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 在肉身上 称为受割礼之人 所起的 真实的割礼呢 是心灵受割礼 并不是表面上 搞外表的仪式啊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要呼喊阿门啊 因属于耶稣基督了 我们呼喊阿门 荣耀上帝 赞美上帝 承认上帝的话语啊 因有了耶稣基督 我们这些外邦人 才有希望 才有了这盼望 能成为上帝的儿女了 这是何等的爱 何等的恩惠啊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外 诸约上是局外人 我们不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在这世上没有指望 也没有上帝 而因有了耶稣基督 我们有盼望了 有指望了 所以我们呼喊阿门啊 呼喊阿门 承认上帝 赞美上帝 而这些不是靠我自己的意愿 是因靠耶稣基督的保险 所以我们 诚实的谦卑 认罪悔改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啊 有时候我们的行为 分明是在 祸害自己 败坏自己 我们为了求祝福 来到了主面前 那就要遵守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的话语啊 今天听了上帝的话语 就顺从 遵守上帝的话语 使我的内心领受上帝的话语啊 这允许是何等的宝贵啊 我们来到主面前 为的是得照这份允许啊 我们每个人来到教会 为的是得照耶稣基督 为的是来预见耶稣基督 并不是来看人的 我们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人都是罪人 我们内心 总有罪恶 我们内心总是故意不认识上帝 排斥上帝的恩惠 排斥耶稣基督的福音啊 所以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做次阶段悔改 因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到这份允许 把这好的祝福 把这好的允许留给后孙啊 我们呼喊阿门 所以这福音多么的好啊 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有没有学历 没学历 没文化 也可以的贫穷的人也可以的 被冷落的人都有希望 都可以的 因耶稣基督使我得到这最庞大的允许 最庞大的恩惠 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啊 哪怕我现在情况特别不好 但是我们是有希望有盼望的 因耶稣基督我们能得到这永生啊 而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就爱离开基督呢 我们找一下习波来书三章十四节 我们每个人都时刻醒查一下自己 我内心是不是又很容易离开了基督呢 我们每时每刻要感恩感谢 比昨天我今天更好 养育儿女也不是靠自己 是靠了上帝的恩惠 是靠了上帝的恩典呀 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每时每刻都能领悟到是上帝的恩典 大家知道 大家和我们在这世上呢 净犯罪了 而且我们最大的罪恶就是违背上帝 不听从上帝的话语 因我们的罪恶呢 祸害了儿女 那么不仅是大家 还是我 我们的祖先也是这样 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不仅祸害自己 也祸害了儿女啊 我们要聆听的是真理 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上帝的话语啊 而我们都犯了违背上帝话语的这些罪恶 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 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二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阿们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二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阿们 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哎呀我刚信的时候很有热心 我最近怎么又很冷淡了呢 赶紧警醒啊 不知不觉中又离开了基督啊 加勒太书一章六节 离开了基督就是在那和咒诅啊 面对上帝的话语我的热情在哪里了呢 我的内心为什么已经失去了热心了呢 我们跟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热情的呼喊阿们吧 真诚的呼喊阿们啊 大家不爱听实话 那是因为大家心里的恶魔恶鬼不爱听实话 面对上帝的话语不冷不热的时候 分明我内心是心怀二意 不仅爱欺诈二人 自己也爱受欺诈 大家要醒醒过来 每时每刻醒察自己的内心啊 那很多人呢 就光表面上喊阿们 嘴上喊阿们 但是他的一举一动呢 却不遵守上帝的话语 那就是假的呀 上帝的话语是我的粮食啊 我听了上帝的话语 我就要遵守上帝的话语 我生活中我的言行举止 遵守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的话语 这才是主耶稣基督的 仆人呀 66卷圣经的话语 在基督耶稣里面 使我们领受 我们呼喊阿们 是承认耶稣基督 是我为的救赎主 以弗所说二章十二节 我再读一下 以弗所说二章十二节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拥许的诸约上 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 没有上帝 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没有指望的 而因有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复活了 所以我们有了这盼望 我们能得到这应许 我们也能得这救赎啊 这是最大的盼望 这就是最大的指望啊 在这世上 我们人没有盼望 也没有指望 在这世上 很多人追求各种各样的爱好 下棋啊 搞运动啊 打高尔夫啊 钓鱼啊 搞一些运动活动 这都是因为 世上没有盼望 所以呢 就追求一些爱好 但是这种爱好有再多 还是不喜乐 还是没有盼望 还是没有指望的 唯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才能得到这盼望 唯独在耶稣基督里 使我们得到这指望 生命得救赎的指望啊 所以 不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的人呢 和上帝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很多人说 哎呀我读圣经了 我也来教会了 但是从来没有靠着 耶稣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的话 那还是和上帝的话语 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因耶稣基督为我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使我得到这盼望 使我得到这指望 这就是阿门啊 我们呼喊阿门 领受这应许吧 我们不仅使自己得救 我们不仅要拯救自己 也要拯救家人 只要我得救了 家庭的黑暗全散开了 只要我得救 我内心得到了耶稣基督 黑暗就全驱赶掉了 只要有亮光 恶魔恶鬼全会退去 我们呼喊阿门 得到这庞大的应许吧 我们一起呼喊主啊 来属于耶稣基督吧 在座的各位 大家现在困惑在哪里呢 所有的困惑 在耶稣基督里 全都能消除得掉 我们呼喊阿门 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啊 我们一起来告白 我是上帝的儿女 不是靠大家和我 是因为我们靠了耶稣基督 上帝收纳了我们 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上帝收纳了我们 有上帝保护我 我成了上帝的儿女 魔鬼会碰我吗 魔鬼敢碰我们吗 我们信靠的是 全能者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保险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战胜一切的恶魔恶鬼啊 我们确信地呼喊主啊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承认自己的罪恶 疾病都能得到医治 灾难咒识全退去了 相信上帝赐福于我们的 我们为国家祷告 为民族祷告 我们为国家的领导人祷告 我们为国家所有的执政人员 领导人祷告 我们为国家的公务员祷告 我们真切地真诚地呼喊主啊 一起认罪悔改 祷告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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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也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跪在主耶稣基督面前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女 使我们呼喊阿门 使我们的心愿得以实现 我们下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